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轩青花 还包括原青花一件 以永轩青花为主 还包括了一件原青花 一件成化时期的斗财的天球蒜头饼 看起来这些都是什么 珍贵的大器 都属于大器之助 那今天我同样推出来给我看的这件 也是一件大器之助 那么大器之助呢 还是个大罐子 在明镜 青花是喜欢做罐子 那时候的人呢 讲究的大罐子相当于就是大官 大罐子 格局很大 代表大罐 罐子有官位 罐子就罐子的那种气势 而且我们的罐子还特殊 它还要带有什么 癸半纹的 癸半纹的人说一方抵十元 我们的癸半型的成型工艺就非常的难做 非常的难做 各位想想 那怎么样让它成型呢 一个圆的 纯粹的圆的好多 出入这个路上一转 一转油 老师傅的手一撸就是一个圆形 拉长 或者矮胖 瘦长 再把手中的碗尼巴 很容易 但是你要将它做一个癸半型的 哎呀 废足了功夫了 我们这就是一个癸半型的这么一个大罐 它上面的文是呢 是花果文 什么花呢 我给各位看见 这个太大我还照不到 我站起来 花 这边有什么花 最上面都是一朵莲花 它是八个半 所以癸半它这个八个半 八个半里面它有四个种类是什么 四个种类是花 四个种类是果 那花就是趋同性 一种花 一种花 它的果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果 你看 这是什么 寿陶 代表长寿 美满的寿陶 寿陶 这边是什么 代表我们中原地区的多子多孙 石榴 石榴 代表石榴 石榴代表多子多孙 这也代表多子多孙 琵琶 琵琶 琵琶最好认的 果粒小 它叶子带锯齿状 最好认的 还有这个荔枝 美人醉的荔枝 自古以来 英雄美人都喜欢的 美人大家晓得杨贵妃 红尘一笑 红尘一棋 妃子笑 无人知识 立之来 没有人知道是立之 看来为什么 一起快马 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 原来是帮杨贵妃来送立之来 送到哪里呢 送到什么 那个 华清宫 所以华清宫三绝的诗上 第一首诗就是什么 回首 长安回首 绣成堆 三顶千门 次第开 一起红尘 非子笑 无人知识 立之来 这是所谓的 怒目有名的 华清宫的三绝第一绝 最有名 立之 这边讲立之 受讨 石榴 琵琶 这四样 这四个果 这四个果就代表了 吉祥的事物 我除了琵琶 除了杨贵妃喜欢 我们也讲过 汉武帝时代就喜欢 为了汉武帝 为了立之 他是修道 他想修仙 传说立之 什么 立之里面有 立之仙女 能够帮人尝寿 他盖了个宫殿 叫做福利宫 因为北方不采立之 北方天然地动 他要盖个暖房 皇宫里面 就是暖房 叫福利宫 立之的立 可想而知 一路下来 到了宋徽宗 在宫廷里 也试种 你说南方移了 无数的品种 无数个幼苗去种 究竟成活了几颗 每一个大神赏识一颗 立之在古代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就跟西方的葡萄 早期的为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杰克开堂手 那些 连续善人犯 他用什么样来吸引 那些从事 八大行业的女子 就用葡萄 我想到了西方的 葡萄可以来 来引诱犯罪 来引诱这女孩子 但我们东方皇宫里面 为了这个立之 从帝王到美人 很多很多的故事 好了 我们的四个果 四个果我们介绍完了 我们要介绍这个花 四种果 我们花跟果 为什么在这大罐子上 凸显这个花跟果 我们中国人重视 我们排八字 八字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上千年的 八字 四柱 八字四柱 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 年月日始 构成了四个柱 四个柱子 就八个字 所以叫八字 八字 我们帮人家排八字 上面习惯都写 根苗花果 重要不重要 重要 花果就是你的一个花 就代表你的日主 代表你自己 代表你自己的 在这一生里面的一个际遇 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发挥 果是什么呢 果就是你的下一代 或者就是你的晚年 你的 我们讲的这个落叶归根 归根结底的 这个概观论定 当然也牵涉到我们中国人的 圣中追缘 也就牵涉到你的 知子顺顺 这根苗花果 非常重要 尤其种在什么 花根果 根苗是你的来源 花果是你的什么 现在跟你的 未来 去处 八个人 所谓的 魁伴行的八个人 我说花为什么 我就坐下来讲了 因为花 稍微要谈一下 花 它是中间的 那个巨尺状的叶子的花 就是后来到了成化时期 到了 这是永乐的 永乐的情况 永乐的孙子 宣德 宣德的孙子什么 明显宗成化皇帝 他孙子的孙子的时候 那个宫碗上面 很有名的宫碗 拍了上艺的那个宫碗 小小的 一巴掌抓的那个宫碗 上面有 就两个图啊 两支碗都拍的很好的价钱 一个让我们讲 一个是秋葵 一个秋葵花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秋葵花 秋葵花 很有名的历史上 就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 文正明时期 文正明大文好 他能书善化 他有诗书画三绝 集合在一部画 就是一张画稿上的 那就叫做折之 折之 折之什么 葵花 就是折之葵花 折之葵花 这边在台北故宫 各位有空可以 叫资料出来看一下 这就是有折之葵花的那种精神 文正明时期 文正明时期比这个晚 文正明说明就看到 类似这样的 这个 这个 官窑器物上 让他结合 在 在做一些文人性的一些发挥 在他们提的一些诗 那非常优美 那个水墨展现了 淋漓尽致 他那个字 就是那种草体 草体的那种字 很娟秀的那种草体 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 我想 或许 就渊源至于我们这个大观 但我们大观 其实这次 它 它没了没了 就像开光 开了八面光 各位看 应该看得到吧 最上面一朵 它中间的那朵 那叫做葵花 那个鹅黄色 它是什么 它是所谓的 在历史上 当官的人 也就是皇帝 就喜欢画葵花 一个是格调高雅 文人也喜欢画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一点担心 就是葵花 外面的鹅黄色 非常的淡 非常的宝 像一个黄金罐一样 它中间那一点 是一个檀香色 他们就代表那种 是一种对 一种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对的嘛 对朝廷 对当代 对当政者的一种效忠 对当政者的一种效忠 所以我们在古代的 诗词各复上 有时候可以经常引述到 所谓的这种葵花 多半都做这样的一个描述 它除了中间有谈心 就带有那种贺红色的担心 还有代表它刺成的那个心 还有它有向阳性 有向阳性就代表什么 它对 对朝廷的一种忠贞 然后在古人 它讲究这一套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个表象 看热闹就很漂亮漂亮 或者这没什么 但你要了解它背后的 深刻的用意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东西非常非常地有趣味 也非常非常有学问 否则 它最上面飘上来的一朵花 明初青花是喜欢画莲花 什么一把莲 尤其你看 永乐青花很出名的大盘子 一把莲 或者叫艺术莲 我也介绍过一个 薛德的一个小盘子 上面也是画莲纹 为什么 那个莲也代表 邪音是青莲 它向你围观青莲 那个明太祖朱元璋 杀了无数什么贪官 杀了无数贪官 他就为了要成亲立志 到了他儿子 到朱立的时候 就永乐大帝的时候 更是赏赐 你这个所谓的 艺术莲的盘子 大盘 就是让你围观要青莲 否则的话 就是言行重罚 否则他那时候不会 明朝最有名的 也就到后来最为人贡病的 就是明朝的太监 太监所谓的冬场 冬场的这个效应 所以你看 它的小莲花 好 各位看得到吧 这个小莲花 最上面 在葵花上面 多长一朵莲花出来 这个莲花的寓意就是 要你清莲 而且让你清心寡欲 我今天正好 佩戴的也是一个莲花 各位朋友能够看得到 我现在带着这个天珠 这个老天珠 是一个金刚厨式的老天珠 就是什么 莲花纹 莲花纹 跟手上带着这个小的九眼天珠 小的九眼 其实在早期的西藏社会 最尊贵的就是九眼天珠 然后唯一能够跟九眼天珠 并驾起去的 就是莲文天珠 就是莲花天珠 当然它莲花天珠 有两种形式来表现 有一种就纯粹的 就是一朵花 接近宝瓶 接近宝瓶式 接近那十字宝瓶式的 那种文式 那种是简化 抽象的 像这种是具象的 这种莲文 给各位再看看 这种莲文 这很老的一个珠子 在西方的社会 都代表什么 西方的莲花 也就是 西方莲花也就代表什么 也代表 佛 代表佛的一种精神 代表佛的一种精神 所以它这里面 有很深的寓意 九眼天珠 跟 跟我们在身上佩戴的莲花 跟我们灌上的莲花 其实在很早期 他们就是在文化上 他们在哲学上 他们有某种意涵 还在什么 还在 所以在密宗上 他们有一种 一种 有形或者无形 应该说是一种无形 一种无形的一种连贯 无形的一种连贯 西方的什么 米勒佛 西方的莲花 就代表一种 米勒佛的一种 米勒的一种精神 那我们这上面 大罐子上面 我讲了 有四种 非常祥瑞的果实 又有四组 同样文士的 折之葵花 上面生长了一朵莲花 这样的一个意涵 在当时 在明初清花池上 是官瑶池气上的 等级非常之高的 能够贯彻皇家 皇帝意志 官瑶池 贯彻永乐皇帝意志 这么样的一个大罐 还有它的这个 外表的美丽 也有它的实用 还有它的精神上的 一个诚实的意义 它有它的 具有它的什么 政治上的意涵 大家知道 政治赏识你 什么 艺术联 赏识你联文版 就叫你不要贪污 好好地给我干 政治上它有意涵 它说外交上 可不可以 它说外交上 可以跟西亚地区的 那些王公贵族 做交流 还有它可以做 宗教的赏识 你看上面有莲花 有代表的那种 那种精神 它这个是一个 等于说是非常具有 全方位功能性的 这么一个大罐 而且造型又非常的奇特 非常显得 特别的高雅 它在它转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有那波光 领取的那种感觉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的开光 可能我们现在灯光 比较没办法表现出来 它能够 什么 凸显出来 每一个每一个的 它的整体看起来是协调的 是一致 但是它一棱一棱的这种 什么开光 又可以 单独又可以显现 它的这个 个体的这种 张扬它个体的这种美 跟个体的这种 它的意涵 非常好 肩 它肩物 也是什么 连败 这养妇脸 下面是养脸 上面是妇脸 就是养妇脸 中间是主体纹饰 你看它留白的地方 包括这个 罐子的口 都是一些 折制的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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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有朵梅 有扁菊 有海棠 非常美 非常美 而且它在这上面 除了成型 工艺困难 它要做画 也非常的困难 那它能够做出 这么样的 一件漂亮的事情 你看它的青花发色 运散的那种自然 运散的那种漂亮 跟它那个 宝石蓝的那种美感 还有它那个 所谓的青花之外的 那个地 白柚地 上面画青花 白色跟青花之间 不论的那种 对比的关系 那种留白的那种 感觉 完全 呈现出我们中国的 水墨画 国画留白 赋予想象空间 也就是 鉴定永乐青花史 很重要的一点 永乐青花史 不会像原青花 画得满满的 它一定有留白 跟你想象的空间 这才能展现出 永乐大地 它的那种什么 那种格局 它的格局是世界级 什么世界级呢 它那个 从它的那个 地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它整个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贯彻 精神贯彻的 最好的就是它 而且还不善和气 还带了这么多礼物 出去赏赐 出去交朋友 而又达到了 它的政治目的 达到它的外交目的 达到它的商贸目的 所以 只有这种人 才配得上 称为什么 永乐大地 好不好 我想今天 因为时间晚 我们也不讲太多 有空时间的话 再跟各位详谈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